以下的畫面也在測試服裏面錄製了 所以實際上的情況還是請各位一腳正式服的為準喔 哈囉各位我是劍聖 這次要來介紹第二季通行陣的新角色 奔騰 據官方表示呢 奔騰是他們設計出來比較特別的一隻角色 就以手遊的可設計的空間來看 確實是有一點特殊啦 奔騰他這隻角色的滿機的血量是4340滴 這一點跟他機器人的外觀有稍微那麼一點不同喔 算是比較偏中下的體質 攻擊傷害的部分滿機的話是1540滴 在沒有人力之心的情況 如果你的攻擊擊中到目標的話呢 會再從擊中點水平分散出兩個小攻擊 有點像是機人他的攻擊方式啦 只是差別在於說奔騰他需要擊中敵人才會分散小攻擊出去 那分散出去的子彈個別都會再造成770滴的傷害 大招的部分今天應該就是這隻角色最特別的地方了 奔騰他的大招只需要4下攻擊就可以屯滿 效果是讓自己進化 總共可以進化3次 也就是奔騰這隻角色一共會有4個階段 每一次的階段都會稍微改變一下他的外觀喔 如果死亡的話呢 這些進化則是會被歸零 那進化第一次的效果是增加他的移動速度 就據我這一個可能不是特別精準的小測試呢 分等他的基本移動速度 好像是比一般角色720的跑速還要稍微慢的 但是在第一階段進化之後呢 他的跑速好像會高過於狂牛啊 普利萌那種770的移動速度 那因為我這裡沒有明確數字的關係 但是就我簡單目測下來的結果好像是這樣 應該是不太準確啦 所以還是要等正式輔出來之後呢 看數據會比較準喔 那第二次的進化則是增加他最大的攻擊距離 原本奔騰他的攻擊距離大概是跟雪莉一樣 那在第二次進化之後呢 最遠的攻擊距離會提升到只差佩妮一點點 最後一次的進化則是會改變他的攻擊方式 原本攻擊命中到敵人是會散發出兩個小子彈喔 那在進化之後呢會變成分散出去六發小子彈 可以看得出來呢 如果奔騰進化成最後一個階段的話 那個騷擾能力是比基隆還要誇張的 那有些人可會問啊 那如果進化到最後一個階段之後 他的大招是不是就沒有用了呢 完全不會喔 他還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奔騰他的大招進化跳起來的那個動作呢 是可以對周圍造成1400點的傷害 而且在跳起來的過程中是跟烏鳴一樣 是不會被打到的 然後重點是這個跳呢 還可以擊退底下的敵人喔 也就是奔騰如果他被一些近戰角色給貼到臉的話 那他的大招是可以拿來自保 而且能夠造成的傷害也非常的可觀 就以普攻三下1540點的傷害來看的話 三下全中再加上大招 一瞬間是可以打出6000滴的傷害 超級痛的喔 能力之心的話呢 目前官方是只有讓我們釋出第一個能力而已 第一個能力是爆裂喔 這個效果就是把攻擊變得跟敵人一樣 不管你有沒有集中到敵人呢 就會在最遠的距離一點爆開 這個能力如果配上最後一個階段的話 那這個攻擊真的是會蠻誇張的 武裝配件則是電勇傳送器 效果是讓自己閃現一段距離 跟比特和拿尼的那種閃現是一樣的 在換一段落裡面呢 能夠位移的配件其實都還蠻萬用的 而且奔騰他這種閃現呢 是可以拿來穿牆 也能夠在足球模式裡面拿來做一波combo 只是我combo下來呢 他的手速要求會蠻快喔 比麥克斯和雪櫻那種位移combo還要再奶一點點 如果你今天手不夠快的話呢 你可以拿來踢球然後去做combo 會稍微比較容易一點 總括來看奔騰這隻角色 除了在一開始手比較短 還有沒有辦法破牆之外呢 他還蠻萬用的 無關配件他能力之間所給的效果也很強大 跟上次除了哪裡這隻角色比起來呢 奔騰他應該是不會入到哪裡去啦 那這次的新通行證怪物庫下主題呢 是把通行證的等級上限 從60級拉到了70級 不是沒有特別去算可以多得到的獎勵啦 不過應該是有變得比較多 那上一次的talk裡面也有提到 這次的通行證裡面是有兩個skin 一個是部落客的 另外一個是新角奔騰的 分別是在第一級跟第70級 那再來就是還有蠻多人一直在問的 上一次通行證裡面的獎勵會保留嗎 就具有在網路上面看一些其他玩家的消息呢 他們是說好像會保留一記的樣子 應該啦 我不太確定 因為不是我問的 那以上就是這次新角奔騰 還有新通行證的一些介紹 那就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期待這次的新角色了 那這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